感謝主任 我們這次講到法洋神屬性《廣道法》 我給大家的心理準備 這是一個很難學的《廣道法》 我曾經教過不同的學生 發現他們有些困難 困難在哪裏呢? 困難在經文中很難找出這些位置 為何你會找到這麼多教導神的屬性呢? 這是需要操練的 所以大家有個心理準備 這是需要用一些時間、心思去思考經文 去想像我們如果我們是神 如果我有這種行為或者恩典 我一定有什麼心態 神本身有什麼屬性 所以祂會做這些事情出來 大家拿不到這件事 譬如說我們是耶穌 我們會不會審判的時候 都不出聲呢? 我們耶穌 會不會一直都不把自己的身份表露 沒有告訴別人 祂是基督 是讓人們去跟從祂的教導 被祂的教導吸引 不是因為祂的身份 因為如果因為祂的身份 很多猶太人都會跟祂 不過祂不是真的悔改信耶穌 祂是跟祂的身份 所以基督一直都沒有顯露祂的身份出來 除了向門徒 祂就會告訴你 你不要告訴其他人 我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意志 我們會不會像耶穌那樣 那種心態 看到人的時候 會有這種心態 怎樣的生命 才會有這種心態呢? 所以我希望大家 在經文裡找出這件事 當你能夠發掘的時候 人們聽到 就會覺得神很好 會很喜歡神 會被神吸引 被神吸引的時候 他就會更加願意跟從神 也有信心 經常覺得神對我們很好 好了 這些內容 我簡略地說 神對我們有很大的恩典 神的恩典是很多方面的 很多元化 你不用看那張紙 因為我不是跟著那張紙讀的 但你知道我在說哪裏 神對我極大恩典 我就這樣口說 如果你有哪些照片 你可以寫下 我口說跟寫的嬰兒一樣 但如果是這樣 神要救我們 就是由什麼開始呢? 祂在永恆已經認識我們 祂已經揀選我們 已經有計劃救我們 那你一路計劃 將來會怎樣發生 然後到人類犯罪 神已經計劃定 要女人的後裔 將來要傷蛇的頭 就是傷魔鬼的頭 然後呢 就怎樣一路預備 每一個時候都到耶穌來了 那 應驗所有的預言 然後耶穌來了之後 神在每一個人生命中 譬如在我生命中 那祂就會一早知道我是什麼性格 祂知道什麼方法 去我傳福音最好的 神已經計劃要救我了 祂要使用不同的人 在適當的時候 跟我說適合的話 然後聖靈又一路感動我 改變了我 改變我之後 又刺給我火熱的心愛聖靈 一路提醒我 我有很多未聽話的地方 神經一路教一路教 但我很多時候不聽話 祂都一路教一路教 一路感動我 直至我一路改變 又安排我最後經歷聖靈充滿 令到我生命很大吸引 被神吸引 然後我怎樣改變 但聖靈充滿之後 我聽話多很多 不過都不是完全聽話的 但是神都會教我 一路逐漸逐漸和修理乾淨 以至我能夠被神去修理這麼多 整個生命都是神一路逐步逐步去修理 還有為我預備 預備了所有的各樣的恩典 所有的配套 機會 還有恩賜 譬如彈琴 他怎樣教我 感動我怎樣彈 就是每一件事都是神計劃好的 或者有些情況差不多有意外 神就會知道 神就會安排我 能夠保護我 在每一個人生命中 祂都會做這麼多事情 在你生命中 每一個人都可以想到這麼多事情 他也對不同的人不同的 有些人是很柔弱的 很多人都會對他沒有耐性 因為他太柔弱了 幫來幫來都是這樣 經常都說不行 但聖靈都不放棄他 我們從聖經的例子看到 耶穌和神的耐性 我們在每一點裡可以去思考神的屬性 如果你數算的時候 神的恩典真的大到不得了 是很多元化的 這不只是看經文 有一個經文發掘背後的意思 然後能夠將它說出來 下一段就是 明白神幫我測度的愛 令我們被神的豐富 他的神的豐盛充滿和被激勵 即是神的愛 如何被激勵 當我們明白他這麼多的時候 我們就會說 神是愛我們超越任何人的 他有多豐盛的恩典 有多大的能力 很大的能力 其實如果一個人拿到神的能力 的十分之一 即是神準備給你那些 十分之一、十分之二 已經很厲害了 如果十分之三、四、五 更加厲害了 但很多人拿到神的能力 可能百分之一 所以他每次都沒有信心 沒有什麼力量 其實他預備的能力 是超乎我所想所求的 由父母的行動背後的愛 去明白神的愛 就是說 未做父母 就不覺得父母有多用心 但做了父母就明白了 譬如父母要積穿下衣 媽媽積穿下衣 他有個心 留意到你 需要穿這件衣服 即是 看到那些衣服 很想你穿 於是有這個心 然後他會找那些 坐在那邊可能會容易 你看到一個紅色 如果一變成不是紅色 就要立即處理 如果有問題可以說出來 那天육 你會找一個姿勢 你如何穿下去 行嗎 小鈴 切不斷 Gallery 他會選擇 他要找那个买点线,选什么色,然后找一个模型,然后用心肌慢慢继续,一路度身 看到对身,他就很开心,看到你喜欢穿,他就很开心 当一个人做妈妈的时候,他就会明白妈妈的心 其实神的心就是这样的,但很多人就很粗略地想到神的爱 我自己在《茶经》的时候,我会很深入地去发佛神的恩典和爱,他的圣结都是很美丽的 因为在天堂再没有罪,那里很美丽,所以如果家庭没有罪是很美丽的 教会没有罪也很美丽,虽然我们总有罪,但愈少罪就愈美丽的地方 所以神的恩典和圣结都是非常好的 这个《发佛神属性》说,《茶经法》和《广道法》有什么特色呢? 1、2、3、4那里 就是帮助人从圣经去思想神和一切行动背后的属性和大爱 就是思想明白,当然是喜悦他的属性 第二就是帮助人明白自己多么无福,即我们多么无福 第三就是帮助人看到没有活出神属性的问题 很多时候我都会说出那个反面的例子 为什么要说反面的例子呢? 譬如单是说神很爱我们,人的感觉不多 但如果我们对比,有些人如何没有被人爱 或者基督徒经历到神的恩典都依然不懂爱人 譬如很简单,我去过很多教堂 我发觉有时新人站在那里,好像站在那里 站在那里不知做什么,但没有人会跟他们聊天 那些人聊天聊得很热烈的,跟朋友很热烈 但对新人来的人是没有感觉的 这个我是很难明白的,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神给了我一个心去联盟他们 但很多人真的没有这种心 这个问题就显出人的问题 即使我们能够显出这个问题 人就会知罪和欣赏神的属性 就会回应他了 然后第四就是一个实际的查经历讲道方法 就是帮人实际 因为有时说你不要担心 那些人听说是拿不到的,不要担心 他不会明白为什么不担心 但是当我们说出担心的时候那种痛苦 担心是怎样 然后轻松是怎样的 神是怎样帮我们的 他会体会到,他会实际地走出来 就是目的是实际走出来的 好了,想明白神的属性可以由几方面 下面我写在几方面 第一就是他的本质,就是他的属性 我说神属性,其实我包括很多东西 有他的属性,他本质,他的圣洁,温柔,关心 爱心,接纳等等 神的心态 心态就是他那种想祝福人的心 想帮人的心 想关心人的心 就是他的心想做什么 然后恩典 恩典就是他实际做什么 例如他会拯救我们 他会赦免我们 他会帮我们 他会加力给我们 圣灵会感动我们 这个就是恩典 计划 他有个恩典,他有计划 每一个人都在适当的时候 神会救我们 然后有些人不听 神是如何借着不同的东西去感动 去悔改 这个都是神有计划性 他知道如何做 我们很多人都会信住 都会说 神在适当的时候去救我 去改变我 由他的行动 这几件事 你不是一定要说的 不过 你去想的时候 你说想不到属性 那怎么去想呢 就是这几方面 可以去想 他有什么益处呢 第一就是 叫我们享受查经 查经的时候 就会发掘很多里面的含义 即里面有什么丰富的神的恩典 第二就是叫我们更加欣赏神的属性 和行为 就是欣赏他真是这么好的 就和他容易建立了 大家留意我祈祷 我很多时候都说 耶稣你真是好 耶稣在爱我 那就是天父阿里多人 有些人是说不到这些话的 为什么呢 他觉得同神祈祷 神啊我敬拜你 我感谢你 我欣赏你 这是很官方的说话 他不能够好像 耶稣现在想着我 我爱我 他不会这样想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观念 基本上是从一些 比较正式的 港道 不是用正式这个字 我们都是正式 就是比较荒谬的 荒谬的 荒谬和比较严肃的港道 所以对于神的看法 觉得他好像个法官 好像个政府官员 政府官员有没有爱百姓 不过他爱百姓 爱得来很远 所以他用的字眼 都是用比较远的 但是当我们知道神的属性 他如何怜悯每一个人 他回应的说话 他说女儿放心 他会用女儿 放心 不用担心 我关心你 我帮你 是表达出他那种心情 其实很多人去过天堂 他都会感受到耶稣那种很大的爱 就是因为他看到耶稣的眼神 和耶稣的爱涌过来 耶稣如何接纳他 欣赏他 让我们知道神的爱是很亲切的 也能够和他有很深的关系 所以我随时随地 我日常生活或者祈祷 就算我做错事 我会深深相信 我一悔那些神就很欢喜 但是有些人不是的 有些人犯错事 有些大错的人 就说 这次神都不会要算我了 我真的犯了很大错 有些人我们重复说的 耶稣真的很接纳 他会重复告诉我 我真的犯了很多错事 真的又犯了很多错事 他始终留在用人的观点看神 他没有看到神那种 多单纯 神是根据他的说话 他的英来做事 我们一悔过他就一定赦免 他一定是欢喜 这是圣经所说的 但很多人不是这么深信的 因为他始终用父母 或者老师 或者周围的人的方法 来思量 来判断神是什么 但当我们能够发掘神的属性 就能够与你的心的关系 即什么时候都好 即我什么时候走下车 我都说 神现在很喜欢我 多谢天父 不是很多人能够这样做 很多人不会说 神现在在喜欢我 他会说 神了 我很想祢喜欢我 我希望 我土地喜悦 我希望我做的土地喜悦 但我告诉别人 你知道真心做 你做多小的事 他都会欢喜 圣经所说 就是因为我发掘了神的属性 所以我对祂的属性 所以我对祂的属性 很有信心 我希望大家都会这样 就变成很容易 就不会说 哎呀 最近我又软弱 哎呀 神都是说 我整天都飙飙飙飙 我都没什么用的了 有些人真的会整天都是这样的 下一点 对我们深信 我们的心灵 会被神大的提升 这一点呢 是很多人都觉得 譬如有些人 就是说一种风气 有什么先知 有什么恩高服侍者 哇 立刻冲到他了 那我不是说冲去有问题 冲去没有问题 不过他觉得 神就不会直接给他 他一定要透过那个人 有恩高服侍者 那些人就特别厉害 就觉得呢 神就不会给他最好的 譬如呢 配偶也不会给他 他一定要自己争取 总是觉得 神会把最好的给他 就是呢 那些赐货给他 那些不好的给他 但是我从圣经 我看不到这样的 只要有人听话 神是会自动和你安排 自动为你开路 只要你听话 亲近他 他就会自动和你开路 所以我一点都不会担心 譬如有些人病了 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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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会这样说 都是神的旨意 那些神的旨意 就是慘了 死了 就是神的旨意 但是我不会这样说 我说呢 神有个好的旨意 到底他会进入到神的旨意 他进入了是不怕的 如果神真的要他 现在这阵离世 没问题 不过有时候不是 他可能祈祷 或者有信心 或者神用什么方法 可以恢复他的健康 有很多人试过这样的 很多人一想到神的旨意 就是 唉 都没有其他方法 他们会这样说 都是祈祷 都没有方法 官料是很惨的 神的方法不是最好的 但我就会说 只要我们进入神的计划 是没有死的 一定是最好的 就是太多人 是没有进入神的计划 天然高过地 他的道路 他的高岸的道路 他的意念高过岸的意念 他的意念是好到不得了的 所以 真的很深信 他一定会提升 是绝对不用怕的 有些人跟我说 哇 有个仙子跟我说 你有仙子吃恩赐 哇 开心到不得了 哇 好 你没问题 你开心很好 不过你平日 可不可以这么开心呢 因为神如果要给你 一定会给到你的 神一定会给你最好的恩赐 但是很多人要有个仙子告诉他 他才觉得是特别 还有有些人会喜欢这么说 喜欢的仙子说 你的恩赐比人更加大 其实我真的觉得这个观念很奇怪 我说到神爱过个人 他觉得这个不够 这些平凡 我要神特别爱我 特别给多些恩赐 他总是觉得神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 普通的那些不够好 我要神特别那种才好 但其实神的计划 给每个人都是特别好的 只要我们听完话 你就会进入这个特别好的计划 那这个观念 我希望大家有了 你就会讲信息 讲圣经 你就会经常被人看到 神是好得不得了 有没有问题想问 这一点 我刚才说这一点 因为有些人未必即时接受 或者收到 这个观念 在很多人来说 起码很多人来说 是不熟悉这样的观念 如果你有问题 可以发问 还有叫我能力更生人的生命 因为他看到神多好 比如有些人不是开放性 有些人介绍 我们教了一个人 他又不是开放性 你跟他聊聊天 我通常说 不是先讲圣灵 我一说 神真的很好 他很疼我们 他如何关心我们 如何看出我们 圣经如何说 我们如何可以经历到他 真是神好的 经历圣灵充满 就是跟他有密切关系 事事随事 经历到神的同在 神的祝福 所以是非常好的 有些人听我说 我就觉得 我都渴慕 圣灵充满 可以这样随时经历到神 并带着能力祝福人 我会按照圣经所说 让人看到圣灵充满 就是跟神有密切关系 好了 下面讲到 圣经的《查经法》和《讲道法》 需要整合圣经的教导 和运用 我们属神的想像力 去明白神的属性 是什么意思呢 要用想像力 要用想像力 就是说 和整合全本圣经 当我们讲到 比如说 神会提升我们的生命 我希望大家看圣经 看完会记得 把圣经的深刻放在思想里面 记忆里面 我自己看圣经 和听圣经 是没有的 因为我写在里面 你慢慢回去看都可以 约身是很被她的歌牌匆 想杀她 后来天国卖了她 好像她这样的情况 其实是很绝望 在人来讲是很绝望 但是神已经有一个很奇妙的计划 所以在我记忆里面 我会记得 约身是一个很受苦 很没有前途 但是 神居然会在这么绝望的情况 为祂预备道路 根据全本圣经 我看到诗篇139篇第16到17节 你所定的日子 我尚未到日子 你已经写了你的冊子上 神是你的意念向我 何能保贵其数 何能更多 我都放在记忆里面 就是 神已经把我们的生命 放在祂的计划 在祂天上的冊子上 所以约身的生命 神已经放在祂的冊子上 但是不是神写话 祂的歌会出唤祂 神是知道祂的歌会出唤祂 但是不是神令到祂出唤祂 但是神又说 你出唤祂 我就会有个计划 如何祝福祂 提升祂 我就会将这些经文整合 就是说 关于计划 比如说 《罗幻书》12章1到2节 就是说 当我们将生命在献上 当作活制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深以更新而变化 就能测验 何为神的善良 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就是说 这个旨意不是自动入的 是我们必定将生命在献上 将生命献给神 然后不要跟这个世界 然后心意被神今生改变 才能够策研分辨到这个计划 就是说神有个计划 如果约身不听话 就进不了这个计划 有些人不只是审慎经 有时跟他有个人的感觉 有些人的神学是什么呢 神是不理人的 有些人真的说 他观念神是不理人的 你有烦恼 他不理你 你要求他 眼睛叫他 他就开始听你说 或者会帮你 不过他会帮你 他会整理你 有些人的神学是这样的 有没有听过 他真的觉得是这样的 因为他觉得有烦恼 就是神不帮我 这个就是他的神学观念 这个神学观念是不健康的 但如果我们从圣经将它整合 我每一个经文我看的时候 我会将它分辨 就是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那里 那里不只是说到 我们如何测验神的计划 即是说 不只是说到 如何测验神的善良 纯传和弃义的旨意 而是说 如果人们没有这样做 他不能进入这个计划 我会达到另外的结论 你想进入这个计划 怎样做 而这个计划 是 available 是你能去的 不是难去的 只要你将身去献上 将武校佛这个世界 甚至更新而变化 你就不用拆弃这个计划 而这个计划 这个计划是可喜悦的 善良 是善良的 是对你好的 是顺存的 是完美的 是可喜悦的 是神喜欢和人喜欢 譬如可喜悦 到底是人喜欢和神喜欢呢 我就会分别 到底神是否喜欢 当然是喜欢 那人是否喜欢 人都喜欢 人都喜欢 因为耶稣在长大的时候 神和人喜悦 他们的心都会加强 所以我们听神说 神都喜悦 人又喜悦 就是我会将这些经文 在我脑里 已经有很多这些经文 在我脑里 积聚了 成为一个系统性的观点 以至我一讲的时候 譬如有人一讲到一个题目 或者说 问神某一样东西 或者关于他自己生命的东西 我马上已经有些经文 在我心中弹出来了 即我已经知道 这个经文可以回应他的情况 即我会传闻圣经去找 我再用一个例子 不要让魔鬼留地步 这个经文是没有讲到神的属性的 不要让魔鬼留地步 只是说你不要让魔鬼留地步 但我将他从他整传 要说福音十章十节 道策灵是要偷竊十外围 如人说到耶稣来 就叫人得生命 没有得的更丰盛 即是说 贼就来到偷竊杀 到底这个贼是谁呢 很多人就会自动说 这是魔鬼 不过我们就去想 两个可能性 一个人一个魔鬼 那些人是否真的 整天偷到我们 有时会 真的偷得最多的是 魔鬼 就是要用圣经去证明 我不能够 有些人会这样 每个人都说魔鬼 就是魔鬼 但我会用圣经去支持 因为 当人 譬如那个人 赶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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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打数干净 但没有被耶稣作主 所以 这个鬼带了七个来 来到他以后的情况 比以前更加不好 魔鬼来便将他毁坏 是否他的生命比以前更加不好 对吧 所以圣经是说魔鬼来便令人更加不好 所以这个经文 不只是说人 而是说魔鬼 好了 两个经文说 都是魔鬼来偷东西 他进来 没有被魔鬼留地 他会偷东西 那和神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在哪里呢 就是因为圣经有说 神在我们心里有奇妙的计划 还有奇妙的恩怜 祝福我们 但是当人不听话 不是走在这个神完美计划 的时候 他便做不到神 想他做的事 那他生命便会被魔鬼偷洩 所以这个反面 即是说 这个经文本身没有说神的属性 但他的反面 就是神本来计划了很多好东西 不过人被魔鬼留地毫 魔鬼便将你的东西偷了 但如果我们听话 我们便可以得回神聚员的计划 魔鬼便没有方法偷到 即是将其他经文放在一起 叫我们不只是看到 不要被魔鬼留地毫 因为很多人解释 就是说你不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很多人讲到都是这样的 即是会这样 你不要忧虑 你忧虑会怎样 你要信教神 神就会帮你了 祂要讲神 不过讲到最后才讲神 我说就不会这么说 我说怎么说呢 我说神见到那些麻将 那些麻将 那些麻将是没有传福音的 他们都不是去救人 不过神都看着他们 那些麻将都不会跌在地上 神都会供应他们 耶稣说到神都会供应他们 而我们比麻将贵重很多 即是说神都会看重一些 未必跟他救恩救验 有关系的东西 他都看了 何况我们 所以神是关心我们 那我们担心呢 根本就是用来担心的 因为神已经计划 你未求已先 神已经知道了 真的在我心里面 我已经深信 神已经知道神 有一个好的计划 很多的祝福 当我们深信的时候 祂一定的计划给我们 这些经文 我全部将它整合在我心里面 于是魔鬼就想偷 你让他进来 他就开始偷 开始偷 开始拆毁了 越让他进去 他就越拆毁了 譬如家庭 一有婚外情 哇 立刻婚姻破裂 他的事奉全都拆毁了 因为 当人知道他有婚外情的时候 他前路有问题 甚至被人抓去坐牢 什么都可以 全部拆毁了 这就是魔鬼做的事 但是神呢 神的属性是什么 祂知道你将会犯罪 祂会感动我们去悔改 祂会提醒我们 祂一早有个计划 祝福我们 只要我们听祂说 由头到尾听话 祝福就会来到 大家知道吗 就是说我不会只说要做什么 我一定会说 背后神已经有什么计划和祝福 是人失了这个计划 我怎么可以得到这个计划 那时候 是不是人们会对神的信心大了 是不是 大家听我说 会不会觉得 原来神这么好的 神看着我们 譬如若瑟 他的主母吸引诱他 那天不是第一天 因为主母跟他说了很多次 你和他同寻吧 我想问大家 若瑟有没有性的需要 我会这样想的 我不会只是这样看经文 若瑟有没有性的需要 有 他去到那里是否孤单 孤单 他起初的时候 他的情况 未必那么不好 但这个主母 看中他 觉得他英俊 有女孩子 有遗 有遗 开始人有他 你问若瑟的心里 有没有有时 在想 这个女人 自己献上 我没有使用这个机会 若瑟会不会有这个意念 弹出来 他不是益计划 他没有这个意念 弹出来 他很漂亮 他不敢吸引我 他只是年轻 一定会有 不过因为他跟神的关系 而神提醒他 神提醒他 所以他知道 他知道我走神的路最好 我来到埃及 本来是很惨的 但是神给我这个位分 可以去到管家的位分 神在我身上有奇迷 书士是神感动他 所以他会这样 拒绝主梦 我会看到神的工作 我会看到魔鬼想偷 想偷的 不过 阿塞是亲近神 所以他不让魔鬼入侵 但他可能也会想过 可能也会想过 但是他后来想过 他祈祷和神感动他 他不敢 他一定要拒绝 用一个真实的情况 保罗说 立志行善为得我 此事行出来又不得我 保罗有没有这些困难 也有 不过他处理了 他知道 但他知道他里面 仍然有这个罪圣情 不过我们处理了 这个意思 当我们明白这件事 我们就知道 其实 将全面性的图画 这样 说出什么经文 就会丰富很多 这需要我们对圣经中意 还有将它消化 反复思想 有没有问题想问 适当你想问 是想问 也可以举手问 反复思想是很重要 就是能够反面正面去思想 那些经文 还有想象力 如何是想象力 譬如说 耶稣跟妇人说 女儿放心 你的信教料理 很多人都会说 就是耶稣 告诉她 你是女儿 我们都是神的儿子和女儿 所以我们可以放心 信靠神 他可能会这样说 但是 如果我们想象 到耶稣和神 有空的时候 会想什么呢 还有根据圣经 根据圣经 圣经说 他不会忘记我们 是吗 已经是 母亲不会忘记 他更加不忘记我们 即是他根本经常挂着我们 而这个女儿 未见耶稣 耶稣已经挂着她 已经想着她 已经想着祝福她 不过耶稣问谁 我我呢 这个纯粹是一个 就是让他说 让他自己反省 为何他不敢说出来 就是他说这个原因 不是耶稣不知道谁 他 耶稣根本知道 就是原来耶稣的心 常常有空想着我们 常常都想着我们是子女 不过那些子女 很多时候都有孤儿的心态 常常都觉得自己都被爱 是不是 很多子女都是 觉得 神都不太疏我 那我们需要去想象 原来 我形容 我曾经形容 神的爱是丹远 为什么呢 起初是丹远 丹远了很多年 然后 我们才信耶稣 我们信耶稣 是否开始很大大的爱祂 都不是的 都是很不听话 后来才慢慢爱祂 但是爱到最尽的时候 和祂的爱比较 我能比呢 我能比 圣经叫我们 我们尽心尽性尽以尽 尽力爱着这个神 神有没有爱我们 尽心爱我们 神真的有 为什么呢 祂爱到为我们死 以及不断吸引我们 感动我们 我们不听话 祂没有放弃 祂不断去吸引我们 神的爱是很大的 所以我们需要用想象力 去发挥 神的爱是有多伟大 祂如何去想念我们 如何去计划祝福我们 当我们这样深相信的时候 我们就会对神有信心 和和人说的时候 那些人就会对神有信心 对不对 所以需要一些想象力 但他想象力是有根据的 因为圣经有说到 神已经一早认识我们 所以祂一早认识这个妇人 耶稣已经知道祂很孤单 所以祂叫做女儿 祂不是过都叫她儿子的 祂招呼利味的时候 祂说儿子啊你跟我来 祂没有叫她儿子 可能这个妇人特别需要这种 所以祂就叫她女儿 放心 这个想象力不是虚幻的 只是说我是神 我需要做些什么 有什么心态 我才能够做到这些东西 说出这些东西 大家会不会觉得很难 或者觉得很有兴趣 发挥下去 发挥神的属性 真的很有兴趣 对于和神的关系 就会很放心 其实我说这个教导 譬如说 普遇土神喜悦 大家都听过 大家都听过 你悔改神又喜欢 你一亲近神 神又亲近你 其实神在吸引我们亲近祂 我们爱祂 为我们预备眼睛 未曾听见 我未曾听见 心未曾想过 我们一时奉得一杯流水 祂都永不记得 所以其实神是很容易的 但是很多人 是没有听过这个信息 很多人没有听过 他觉得很难的 你觉得是不是 我都觉得很难 很难成为神喜悦 很难成为神喜悦的人 是很难很难的 但我说其实很容易 只要我们的心是正的 跟着去做 信靠亲近遵从事奉 神就欢喜到不得了 只要心是正的 就行了 是否会被人不要大安慰 但很多基督徒 没有这些东西 所以为什么我 这个法人神属性 《港道法》和《茶经法》 很想大家学到 懂得教人 将这个教导传开 给多些人 懂得去发掘神的属性 就会忠以神 其实忠以神 这个观念 都不是很多人说的问题 普遍来说 喜欢神 神真的很值得我们 他真的很可爱 这些都是在我 这个法人神属性 《茶经法》 我在看圣经的时候 我觉得神真的很光光 其实我年纪都大了 我在经历四年充满之后 尤其是这几年 初期我都没有得到这么多教徒 在这几年 我在祈祷《茶经》 我就得到越来越多 我觉得是很好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会善用和吸收到 你有问题要问 而且就算过了课程 你也可以问我 而且你做功课 下一次是第三课 最后一课 你做了功课 你反思 你就会发觉 都需要时间 学到这个方法 我希望大家 能够将来 整天给人有神多好 将这个教导都传开 这是我的心 为什么我这么想去帮人呢 就是因为 我觉得神给我很多好的教导 很想传给人 很想人喜欢神 过基督徒都喜欢神 他就会跟神回来 就很好了 好了 好了 跟神的角度看万物 就是说 很多人就是这样的 他的说法 其实内容里面有很丰富的 你回家看 是很丰富的 我现在不续讲 因为我用另一个角度来说 然后你回去看 你就会更加吸收 从神的角度看万物 大家都可以 其实我在解释的时候 你可以看着我觉得 很多人是用人的角度看万物 例如这样 有困难 老板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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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病 很烦恼 基督徒跟我吵架 很惨 神啊你帮我 快点帮我 为什么这么久都不帮我 很多人在想 就算基督徒都是用人的角度看 就算是侍奉人 也会 教会不服卿怎么办 人都不听话 神啊你帮我 让我智慧 去帮他 这个用人的角度看 有困难 基本上有困难 神你帮我 为我解决 就是这个 这个角度 有神的角度 神老祖知道我们是什么 神老祖有计划 不用我想的 他已经计划了 只要我亲近他 他就会指示我 怎么做 我越听话 我就越收到信息 我只要亲近遵循 师父 做了我应该做的事 他就一步步带来我们 如何带来更新和復兴 所以在我们说 我觉得神想復兴 是人不想的 但很多人就不是 神很不想的 神不想的 神啊求你復兴 復兴啊 復兴我们 復兴我们 我们这么久都没有復兴 我觉得问题不在神那里 在人那里 那些人听话 怎么復兴 这个观念是不同的 他们就觉得是神制 所以你要 那首歌叫什么 摇动你的手 摇动你的手 神啊 我要摇动你的手 因为你的手不想动 我摇动你的手 神你还没睡醒 我要摇醒你 就是有这个观念 虽然我也会用这首歌 但我用的观念就是 神那么喜欢我们 摇动他很欢喜 我用那个角度 但这首歌是有这样的含义 在里面 很多人就会这样的 譬如有病 你问我祈祷 有些人经常传信给我 我祈祷求神去医 医治我 其实神很想祝福你 是你的心想不想 我的角度是用神的角度 神想復兴 神想更生 不过基督徒不听话 如果基督徒不听话 我们的心命是一直提升又提升的 我自己来说 我真的觉得 神给我的这些教导 真是好得不得了 我一收的时候 我完全将荣耀归给神 我并不是跋扰 我完全说 那个角度是很少人看的 多数人就不想看 多数人有信心 你求他 他就给你 我不是这么说 我说神一早想给你 你一信靠亲人 他就会给你 你听过 他就进入你的里面 他就做功了 这就是用神的角度来看 这样就不同了 例如我去一些地方 求福卿 叫得很凄凉 福卿 求你福卿 福卿 我自己觉得 我就会这样期 神你其实很疼我们 你很想福卿我们 求你帮我们 和你的子与闻合 入你的子与 入你的子与 就是福卿的了 我们听你的话 亲近你 整天深信你爱我们 想祝福我们 你今天想祝福我们 我今天看到哪个人 可以祝福他 我们见到哪个人都祝福 关心他 神就会复兴我们的生命 有什么做得 神就会为我们开路 神很想的 只要我们听话 神就开路 神都为我开路 到现在 神都为我开路 祝福更多人 我们希望大家 听完我说之后 神想学到这个讲道法 和这个查经法 以后看圣经 看得更加丰富 以至我们能够 一讲到神的话语 人真的会欢喜神 不同程度 进入神的属性和他的爱 这些我就 你自己看了 第一是知道 在困难中也相信 能够经历到 和能够被他的爱激励 底下写着原文 篇和圣经 这是对于大家 查圣经很有帮助 我相信你们 未读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 但我想说 你未读过 都可以用这个工具 非常之有用 这个是 有个人叫James Strong 他将希伯来文 H 希腊文 G G 编号码 四个数字的号码 你哪里看到 你上网找Greek Interlinear 我们有写的 先看看 你写下Interlinear 这个字 I-N-T-E-R 你自己写的 Greek Interlinear I-N-T-E-R L-I-N-E-A-R 就是Inter L-I-N-E-A-R Interlinear 圣经是什么意思 它有希腊文 还有英文 还有一个编号 有些没有 有些有 多数都有 希腊文那些全部都有 但希伯来文有些没有 有一个叫Blue Letter Bible Blue Letter 藍色的圣经 那里全部都有编号 有编号有什么好处呢 当你看到某个字 你想知道原文是什么意思 其实手机都可以找到 你可以下载工具 Greek Interlinear Bible 你可以下载 下载到 你就看到经文 有些字 到底原文是什么 有些是需要的 很多是需要的 你看到的时候 你就可以找回那个字 然后你可以去帮助你 我在下面那里 那些诗经 我也有将这个 放在这里 OK 这个就是说给你听 有这个工具 如果你想用 而你有困难 你可以告诉我 接着 发言神属性 茶经法和仿佛法 基本上要帮人 第一 明白和感激神的美善属性 用神的角度看万物 相信神必定会祝福信靠他的人 对神有信心 相信神必定想帮助人 发挥生命 就是神一定想的 所以你发现我说的 是说了神才 然后先说人 神很想 神想祝福人 但是从人的角度 看圣经和生命 可以带来什么 第一 人容易用人的角度 看神和人生 以人的需要的角度 来看神 就是说我们需要 神 有很多人也很相信 神经常帮他们 经常都觉得 就是神不想的 不过你求祂多 或者你很听话祂就想 其实是神想先 然后我们听话祂 就将这个计划成就 就是祂是先计划了 祂想先的 然后我们进入这个计划 就是不是好像 因为诗篇139篇第16节 为什么我说神想先 因为你所定的 就是我上面的那一 你已经写在你的策上 已经写在 这一组已经计划了 是计划了祝福 每个人都是祝福的 你和旁边都说 神已经计划了祝福你了 神已经计划了祝福你 你想入吗 你想入吗 你想入这个计划 你想入这个计划 你入这个计划 真的好到不得了 无论什么方面 聪明智慧前路 恩赐能力 但是供应 全部都给你了 只要你入了计划 所以 很多人会觉得 我的计划更好 一定不是的 神的计划是包括全面性的 所以 神属性的《茶经法》和《广道法》 神紧张自己 神紧张的教会 比我们紧张的教会 我们紧张的教会 不过我们听话 我们听话就会成就 第五 更有信心不给人的伤害和抚应 今天人算什么 人能伤到我 他能够做到什么 神的计划 怎样可以拆毁到 他拆毁不到 只要我才能拆毁 我不听话就拆毁了 但是我听话 没有人能拆毁到 所以人的伤害 不用那么害怕 在困难中 相信神的供应和帮助 就不是在困难中 求神帮助我们 我相信神正在帮助我们 我是拿神的帮助 所以圣经说 圣经有很多说话 讲到这些属性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得益处 其实这个英文翻译更好 God works in all things for the good for those who love him 是神在万物中做工 但是在中文翻译 就是万事的事情 互相效力 其实是神在万事中效力 叫爱神的得益处 即是在万物所有的事情 神都会做工 即是他已经 无论我们病 我们被人炒鱿鱼 被人骂完 神都有一个计划 在这个过程祝福我们 这个就是 未解决之前 我已经相信神的祝福 那人便很平安 什么都不用担心 例如我讲一个例子 其中有一个人 他有支持我们的福音宣教 事工去宣教 他在网上认识我 他就找我祈祷 祈祷真的得到医治 他有信心 他就想奉献 给奉献宣教事工去帮助宣教 他说他以前是做经纪的 地产经纪 他以前很久才是一宗生意 但他第一次奉献的时候 是连续有六宗七宗 连续来的 而现在是陆续来的 所以他一直奉献 神一直供应我 祝福我 神早已有一个计划 神早已有计划 给任何人 你的心想听神话 祂已经有计划 祝福你 好了 接着 下面讲出法荣神属性 讲到《茶经法》可以用的内容 我上次也有讲过 第一个人的反面例子 例如说起落 基督徒会笑吗? 会 基督徒不是回家经常起落吗? 不是每个人都是 即是说起落 有时基督徒在自己家都会烦 都会很不开心 何时才解决问题 怎么办 这就是人都会有担心 问问有几个人 有几个人 天天由早到晚都会开心 阿里路亚 耶稣正在祝福我 真是很开心 有几个基督徒是这样的? 不多 这个反面例子就是 显出原来基督徒 真是拿到神这种福气的 不是很多 不是很多 整天深信 神现在在爱我 在帮我 在祝福我 所以什么都不用担心 不是很多基督徒是这样想的 圣经是这样讲的 不过很多人是没有将这些教导 进入了心里 即是说出一个反面例子 那些人会更加醒 我这里排次序 不是一定在讲的 这些次序 不过可以包括 容易记得一些 就是人正面例子 有信靠神的人 就会有什么事发生 都会不担心 很轻松 有神的恩典 就是祂的爱 祂的祝福 很多方面 祂的安排 祂的折立 祂的赐恩赐给我们 给能力 给机会我们 总之 所有一切 就算我们不听话 祂都会继续修福 很多方面都有 然后神的戒命 就是说 比如 说到喜乐 神的戒命 就叫我们喜乐 不在十戒里面有说 不过 圣经有说到你们要喜乐 这个就是神的吩咐 我们要喜乐 这个是圣经的吩咐 也都可以说 如果不听话 有什么后果 自己自负 因为邮伤的灵士骨枯干 你不听话 就会有什么后果 就是枯干 然后 神的戒命 对不起 那是四 其实不用再是四 第五就是识经 不是排到第四 五才是识经 而是总之 容易记得 人反面例子 正面例子 神的一脸神的戒命 或者圣结 然后识经 就是说 总之神的过程都会解释经文 然后第六就是 如何去做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就是将细节讲出来 实际如何做 然后挑战 或者是古灵 然后最后就是 更新生命的吐告 而这里有一个大纲 我这里写了一个可用的大纲 第一就是人的反面例子 有神的属性 恩典和戒命 然后 为什么人能够活出神这方面 为什么要加这个 为什么呢 我又另一个 譬如 轻散 这个主题 轻散 人的反面例子 譬如 今天的主题 就是说到 基督徒可以来到耶稣 都得到轻散 有几个基督徒是很轻散的 很轻松的 在我们家做的事 跟家人相处 是否轻松呢 上班是否轻松呢 事房是否轻松呢 也很多不是很轻松的 为什么不轻松呢 因为我要负责很多东西 那些事情又不顺利 便不轻松了 但为什么耶稣说我们可以轻松呢 因为耶稣说我们心里柔和谦卑 我会很柔和谦卑 帮你们 还有呢 他虽然有这么多事情要做的 他都是柔和谦卑 就是他可以承担所有的责任 他依然很轻松 这样的时候我们的事奉 我们的生命 我们面对一切的后果都在乎神 神负责了 他有这个能力 所以我们就可以轻松了 就是说我做了应份做 我就轻松了 我就放手了 我就不用担心了 那这个就是一个方法 但是很多人就是 没有这个心态 所以他就背着了 那神的属性是什么 神的属性就是轻松 他们有很多事情做 但他永远都是轻松的 因为他说你来到我 就可以叫我们得安息 但是他有这么多事情做 他怎么可以 他本身有能力轻松 他也有能力叫人轻松 神的属性是轻松 他可以给人 赐给人轻松 他可以赐恩高难 这三个东西不同 你可以写下的 酒的福祉 嘿 人类adores 怪我 没有